而且那个真面 那个这块好像是真面在跳跃 我心里想说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老师来指导的话 那该有多好 所以我记得会长了 让我几天一直在想这个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老师来指导的话 那该有多好 可是让我几天 我给自己一个答案 谢昏生 你在这边想有用吗 老师知道吗 老师当然不知道 所以击个决定不是等来的 你要是创造 你要去碰到这个机会 那你就去找老师 我就看着 听着老师休息的时候 我就走过去了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想跟你学话 没想到老师这样子看我一眼 他说 我身体下已经很久没有做写生了 不过我在益专有开课的 就是这句话 我不知道别人听的这句话 是什么的感受什么的想法 但是我听到这句话 我听到的是什么 它都是什么 希望 我就现在去 我就马上跟他说 老师 那我能不能到益专去 重新你的课 老师这样 看我这样不放弃 然后这样看我一眼之后 他就不再说话 拿到益专就写着 和益专的课程表 我就看他的课程表 好开心 你知道吗 好开心 然后我想说 那个时候我去念什么 我看话展的时候 我还有几个朋友 那我就想对我的朋友 再多成争取一个机会 那老师也很好 给了我们两个机会 两个名额 那我们就去了 我记得那天 我们是骑着 他的那个 真的是很古董的摩托车 那我那个 那个骑起来的时候 我那个烟盒排出来 真的是现在的环保树 真的是污解 那这样的车 没想到第一次去 就碰不到老师 因为老师在化身 很忙 那回来路程中 化身车祸 那个车祸 没想到这个车祸 是我被压在摩托车下面 但是我的朋友 因为他只有一只手不方便 他很快的就可以跳开来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车祸 他竟然选择了放弃 再到一端去 跟老师学话 因为第二段我找他 对 远了一点 但是也还好啦 但是我的朋友 一到考验的时候 他就是找借口 他就是找借口 他觉得 那个考验是 难嘛 但是我心里想我不是这样 我心里想我是 好不容易有机会 不是这样子而已 我想 我想 人生 人生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 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 当我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 我是可以 借这个命令把我击倒 但是他只是短暂的击倒 他不可以帮我 吃射底底的击垮掉 所以我认识的想法 我坚持再去 但是我的朋友 就被这个命令 击垮掉 那你就没有车子了 我坐公车啊 但是我坐公车 我一直在公车上遇到考验 我坐公车 我背着话去 上车没有 没有位置了 结果 又没有人让我 我认识了 上公车 然后我就想让我靠 没想到靠的时候 那个公车啊 一个紧急杀的 啪 跌倒了 但是跌倒的那时候 我马上又误导一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 几个人跌倒之后 要再度的战权 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也是最困难的 怎么说 因为人往往被命令 击倒的时候 他都找些苦了 他就这样子 我就放弃了 所以他最困难 重新战权真的很难 但是他也是很简单 不要想到 爬起来就对了 就是这样 我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 当然 公车开完这个跌倒啊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怎么样 让自己不要跌倒 我的手在哪里 我在想 我的手在哪里 他说 那个时候我就在看 看看一直看 看到了 栏杆 栏杆 对对对 那个公车上栏杆 我去 这个是卡在脚子 然后脖子再过去 就不会跌倒 所以我遇到考验 都是找方法 后来 后来有上大老师的课 到那天去 没有啊 那个第二趟也是没有啊 第三趟来 我人还是坐在 那个一座的 办公室站 但是那个时候 时间一分一秒过了 上课时间已经过了 他们久了 老师还没有来 那 有其他同学在吗 有啊 他们都在上课啦 然后 然后 有助教去教嘛 那 那个 那个教授 还有那个助教 已经 反正已经看我习惯了 这个家伙已经来到 几次了 我就坐在那个 那科办公室 在等 那也就没有了 闷个理我啦 那我就看着 我在心里在想 已经第三趟了 难道 老师今天又不会来吗 其他不来的原因是 他在讨厌我吗 还是 他根本就是 不想 不想说这个学生 可是他真的很忙 哇 那这就很多的念头 你知道吗 对 尤其到这时候 念头特别多 对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 哇 我很快 因为我自己 把那个最棒的答案 那个答案是什么 告诉我自己 你所想到的这些问题 有没有一个问题 是老师亲口告诉你说 我要考验你 我很难 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没有啊 没有一个答案 没有一个问题 是老师这样子亲口告诉你 如果说你自己想啊 你只要不想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就这样的想法 你知道吗 我这就变得很知道 反正了 这次怎么办 下次再来 我又这样子想法 你知道吗 所以我 哎 就是 等等等等 我想说 今天你又没有了 哎 没想到 外面一部 一部那个车啊 黑色的 我 啪 然后我下来 一个黑妈妈的 呵呵呵呵 一个一个 这是老师 他们非洲回来 吓得黑妈妈的 呵呵呵呵呵 然后一进来 他的弟弟说 他一进去 啊 不好意思 我已经听李渊教授说 已经来的很多次 啊 来来来来 我帮你来 他就教授 对对对 他教授去了 所以你就学了话 对 所以机会 绝对不是等来的 一定要和自己去创造 而且很多东西 都是自己想象的 对 没有错 有时候人总是会这样子 会自己去找很多很多 很可怕的 对 没有 跟借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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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当时说 诶 诶 逆到逆去的时候 你要面对他 讲都很容易啊 但是你不做 那个副寿者会越来越多 反正就是做就对了啦 要不要想太多啦 后来老师就收你 对对 为徒弟 对对对 之后还帮你看画展 哦 那就是 说真的 自助 人助 天才会助你 老师帮我开画展 那个时候 对 不是说你跟他学画 然后他就帮你开画展 是因为我努力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啊 哦 我最高的记录 一天花十八个小时啊 哦 听我老师的话 给他眼泪都在 老师都不动了 就这样子 你知道 然后老师看到我的话 是用进步的 那个 老师看到我的话 进步是用跳的 哦 他跳的时候 他也都不动不动身子哦 他只跟我的那个 呃 干姐姐说 呃 他叫我的干姐姐说 不要讲 他只叫我干姐姐说 小心会儿都努力一点 我会帮他开画展 哦 但是 不要说会开画展 哦 叫他都努力化 但是 我跟他说 他怕你 他怕你太高兴 对 我怕我自满 哦 怕你骄傲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看到我的进步小孩 就叫不叫叫叫的 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哦 那 那就 因为为什么要帮我开画展呢 因为他知道 我那个 很久啊 很久啊 那老师看到我的话 是进步的 他觉得说 应该哦 叫 帮我 推一下 嗯 那真的很有智慧 他怎么推呢 开画展的时候 刚刚我真的把画画的时候 老师说 你把画 拿到我的画室 我去帮你装一宽 嗯 老师就这样子 帮我装一宽 装了一宽 那一天画展出来之后 诶 真的得到很多的回响 很好的回响 等到所有的音色都走了 老师就这样子 那我说 哇 谢芬山 我好开心 哇 今天 你真的不容易 那你的画都被人家收藏了 那 真的这些 这些努力 真的都是 很开心就对了 他说 今天来的 这些人 他真的是 给你很大的鼓励 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那 今天的那些 所有的餐点 老师请客 请我的朋友 但是 那些框的钱 你要自己付 那 做得的 全部都归你 你看 真的很有智慧 老师 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拜托朋友来卖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